欢迎收看新闻大伙 我是罗旺哲 再来看到英国的核潜舰的人员 现在被爆出超时 超时执勤还缺粮 结果吃什么 吃小熊软糖来止饿 这个是英国皇家的海军核子动力舰 为期六个月的巡航 没想到在这当中居然缺粮 导致这个舰艇上的人员 必须要靠着口粮 甚至吃小熊软糖来止饿 那原因到底怎么回事 原因是这些补给的计划 不明而被取消 那医护人员甚至担心 这些潜见的士兵 因为饥饿或注意力等 涣散的情况 必须要提供口服的咖啡音片 来撑下去 那英国现在的财务大臣就说 英国现在需要以冷静的 经济现实主义来处理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他们说我们确实欢迎 中国的经济 在其他的领域上面进行投资 这有助于英国带来更多的 投资跟就业机会 好 这里看到金砖的情况 金砖现在不拒欧美制裁了 因为现在金砖国家 也有强大的肌肉 不会因为金融的绞索而屈服 这个是南非的金砖大臣 所提出来 他说未来的国际上的局势 只会更加分裂 因为那些有最强大 最有资格坐在餐桌前的国家 并不想给其他人让出位置 哪怕只是远比其他国家 已经出现了 好 我们再看到 那现在美国的苹果公司的库克 现在是把它搭起美中之间的桥梁呢 这个库克现在呢 会见了中国大陆商务部的这个部长 他说称 泛国家化安全无助于经贸发展 那双方就苹果在华的业务发展 以及中美贸易的关系进行交流 那王文涛就讲到说欢迎苹果公司 把握机遇 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跟中方的伙伴们建立稳定 保持稳定的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发展 那会见之后呢 库克也说他愿意做美中之间的桥梁 那这个王文涛就说 中方愿意透过经常性的正气交流 助力中美经济 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库克就说他们愿意做沟通的桥梁 来发挥稳定的作用 那库克呢 会见了这个王文涛之后呢 专家就分析了 这个市场冲击下 必须要借着来访华 来扩大苹果的影响力 法新社就报道 库克今年二度访华 正是因为想寻求提振苹果公司的产品 在中国这一关的海外市场的销量 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 最近几个季度 随着本土 中国大陆的本土品牌 日历收到欢迎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 是有下降的情形 分析师也分析了 目前苹果公司的策略 就是加强在地区的合作关系 而库克的中国之情 正是这个政策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欧洲是不是眼红了大陆市场 现在德语的媒体有说 金砖国家这个峰会 应该给欧洲敲响警钟 怎么说呢 这个是新苏理事报 他说这个克山的金砖国家峰会 应该给欧洲敲响警钟 因为西欧还在活在安全的泡沫之中 那经济日报的报道 欧盟官员也说 欧盟不应该在求援兼裁判 老对他国说教 这个是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他说一些欧盟的国家也在参与这个高峰会 那是告诉欧盟国家 别再对其他国家说教 那像欧盟跟中国同意就电动车的关税 替代方案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谈判 那双方呢 有没有可能会有进展呢 10月25号的时候呢 传出说这个欧盟跟中国已经同意 尽快就中国的电动车关税 可以替代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技术谈判 尽管目前双方还有些分歧的情况 那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福特的CEO 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汽车的布局很早 如果再不猛醒 我们没有任何机会竞争 他说他不太喜欢谈论这个竞争 但是他开的是小米 福特的CEO开小米 然后从上海开往芝加哥空运了一辆 他现在发现他已经开了六个月 而且他不想放弃他 那在澳洲的部分呢 燃油车市场也是这样子 那里卖的最好的SUV 不再是丰田或是福特 而是长城哈福 这是一个中国牌子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宾哥 宾哥怎么看像英国这样的情形 自然要吃小熊卵糖来止饿 这当然是一个很瞎的一个事情 所以怎么会搞成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你观察英国海军 最近这几年的表现 你就知道 他们经常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包 要不然就是基建故障 要不然就是突然之间失去动力 要不然就是哪个装备没有齐备 所以大英帝国海军 本来是全世界最强的海军 曾几何时已经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英国恐怕要 好好检讨去处理 那当然这种事件发生 除了英国自己国力不断的衰弱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英国的经济状况也不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很多地方 要做很多事情都坐金箭走 所以对英国现在这样一个新内阁来说 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拼经济 因为过去 大家也都知道 过去英国在经济上的表现不佳 已经造成很多民众的不满 所以你看英国他们这个新的内阁组成之后 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转变得非常明显 甚至包括本来蔡英文说去欧洲想要去英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去政经学院看他自己的论文 然后结果英国也怀旧一下 英国也暂时婉拒了 结果不让他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英国现在 大概不想跟中国大陆采取非常敌对的一个状态 还是在试探合作的可能性 那金砖国家当然也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加入 那甚至很多国家也都已经表达了 他想要加入的意愿 所以他是持续在壮大中 那我觉得这个南非的金砖大使讲的 他点出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也就是过去这个世界 过去这几百年 世界都是由白人所宰治 就是西方国家所宰治 那西方国家一路高高在上 对全世界下指导性 那一直演变到今天的世界 就是美国跟欧盟这些国家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够告诉人类 应该往哪里走 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整个世界的经济制度 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全世界的架构 但是金砖国家现在越来越壮大 其实再告诉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过去被白人看不起的有色人种 你就慢慢站起来 他们在世界上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强 世界不该只由白人决定 人类要往什么方向 而是应该全体人类共同决定 所以他们会开始逐步的去挑战 这个过去G7他们所立下来的很多规矩制度 甚至美国所制定的二次世界大人以后 全世界的一个轮廓 会开始慢慢发生松动改变 当然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 但是美国不想归不想 美国的实力也经非其比 其实你看金砖国家现在总体GDP已经超过 这个G7已经不止一点 超过了大概在全世界占比超过这些G7 11% 而且这个差距可能会陆续扩大 为什么 因为金砖国家的成员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真的认为美国还有西方的国家都应该好好思考 世界已经改变 你们追不追得上这个改变 好 请教杨老师怎么看 像库克要搭起美中的桥梁有可能吗 他是很想要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力有未来 那今天的整个这个报道 从英国到库克到金砖 到就是澳洲以及福特的CEO开小米汽车 还不愿意放弃 其实两个现象 第一个 大家真的都在做准备 准备川普上台之后的 对于世界经济的动荡 他一定会 我不是说他一定会上台 但他上台之后 他一定会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 有些影响 因为他是关税侠 他还要交易 而且他话都喊得很高 价码喊得很高 那我们已经这个被你骗一次 被你欺负一次了 我第二次来被你欺负就是我蠢了 对 没错 可是问题是美国真的他的筹码很高 有些人会 那他产生的冲击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企业家开始就真的是找到自己的出路 那因此第二个层面就是什么 你要开始更加理性的西方的企业 要面对到中国以及全球南方金砖国家 他们的经济实力的发展 以及他们在制造业的强力的优势 现在的中国人 我看了经常有一个 就是钱高盛的执行长 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现在中国跟日本30年前一样 就是自己的结构问题造成的 他如果不改革的话 将来会步日本的后城 脑袋坏掉 我请问你 日本30年前被美国打压 现在中国也是被美国打压 关键都是被美国打压 好了 算了 反正美国一定会打压 你这个崛起的强权 但日本被打压的时候 他就真的趴下去了 他不止因为美国对他驻军 掌控他的政治经济 你看看30年前的 Sony是什么公司 全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 电器公司 现在Sony是什么公司 娱乐公司 这30年来日本 有没有一个领导全球产业 科技产业的一个大的公司 或者是哪个产业是日本主导 没有 但是现在中国在经过 这样子贸易战科技 你看从17年到现在 78年了 电动车现在变成是世界的主导 那个时候电动车 还没有这么夯了 是不是 太阳能 以及华为又回来了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 不管他是不是里面 有偷偷用台积电的晶片 但是就表示什么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的 所以现在你政治人物 想要去把这个 大家理性的国际的经济 国际分工的市场去做扭曲 然后要让你美国这个 拿最大的一块派 你做不到了 我是觉得其实 大家也都了解 现在反而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跟结合了东南亚 然后金砖 尤其你看印度 莫迪都跟习近平握手 为什么 他要边境稳定吗 这才不是重点 他背叛美国 他也不会 不过美国也没给他们实质的 他要中国大陆的投资制造技术 因为他知道 印度要追寻大陆的发展的道路 发展自己的印度制造 你没有中国的供应链进来 你根本不可能 你在那边组装完了出口而已 而且搞不好 现在大家都不要 made in India 所以为什么红海要再跑回郑州 去再扩大他的这个 iPhone的这些制造的基地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也开始 跟过去的日本 或者是早期的 再后来的台湾南韩一样 再早期的美国 他也把他的工业的 这些供应链扩大 所以这些国家都知道 川普上来了 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了 是 好 请教建长怎么看呢 这个英国的弹道飞弹核潜舰 出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一次是比较夸张 开始吃小熊软糖 那他是说他的补给被中断了 那不但被中断 然后他在海上的任务骑程 还延长了 那所以他们原来 有这种诚实商店 就是大家自己进去投钱 然后就可以买的这种 福利社的东西先关掉 然后关掉 避免大家买来囤积 接下来要大家把手边有的零食 通通拿出来 大家来分配来吃 要上脚就对了 对 大家来分配 免得互通有无 有人总是没有那么有远见 先买起来囤积 或者有人不像小舰长 那么爱吃 买了一堆出海 对不对 但是其实今年1月30号 英国的弹道飞弹核潜舰 这个先锋级前卫 他发射美国洛克西的马丁公司 做的三叉戟的潜射弹道飞弹 失败了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明明就是核三角里面 非常重要的 因为潜舰它的隐匿性最高 结果你竟然失败了 对于潜舰来讲很可怕 你发射没有成功 它会不会掉回来 正好砸到你 很危险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有没有人要提 没有人要提 那英国反正 其实就告诉大家 它的经济力量 已经不足以支撑 它维持这样的一个 核潜舰的一个部署 那另外我们讲到说 有关于库克 你不要想太多 你现在是因为你的iPhone 卖得不好 而且在简单 所以你才这样 这样到中国大陆去 做各个的一个公关 我请问一下 当初华为出事的时候 当然华为是竞争厂商 但是美国在进行这种 科技战贸易战的时候 你曾经有出来 帮中国大陆讲一句话吗 你有吗 你没有 你只是在手机卖不好的时候 你就出来 可是 你要相信一件事 你的手机 Apple会运动